A-22的戰機 博士 你好 博士 我今天先講第一則比較大的新聞 美國蒙大納州的上空 其實現在這個威夷間諜白色氣球 還在飛 博士 我們都看過這一則新聞 這個時候美冠F22的戰機在這監視著 就是在戒備 等著總統拜登是不是羅綿蓮又激怒他 可能我們觀眾朋友也有看新聞都知道 就是昨天美國就發現了蒙達賴座上面 有一個很貴然的巴士氣球 最後發現那個氣球 為那個氣球 是中國大陸飄過去的 美國裏面都有一些信息 都擔心這個是中共拿來做一些 好像監控 搜索情報那些間諜的信息 其實現在中國 北京的發言人都說 就承認了 說這個是中國的氣球飛過去的 它拿來做什麼呢 做一些氣象的監測 怎麼知道西風大的影響 加上控制的能力很差 就飄揚過海飛到美國 博士你有沒有看過一個路線呢 我看到有些報導的路線可能是由江蘇 可能是中國那邊飛過來的 飛就經過韓國和日本的海峽 再經過俄羅斯的百年海峽 再經過加勒大 然後再飛到美國 很明顯這個現在中國都承認了氣球是它的 這個毫無疑問就是它的氣球 那麼問題就是這個氣球 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當然各有各說 不過你可以想像 如果是純粹做這個氣象偵測那些衛星 而政策的範圍是在這個中國周邊地區的話 這個氣球應該就不可能飛到那麼遠的 因為氣球那個計算的高度 要用多少燃料 這些東西全部都要計得很精確 來針對它們自己本身的需要 所以如果一般只是針對 就是邊境地區或者說自己國家 各國境之內的氣象觀測的話 那應該就沒有足夠的能源 也沒有足夠的遠航能力可以去到那麼遠的 所以我自己相信這個氣球 可能都不單止是偵測氣象那麼簡單的 那當然了 現在暫時沒有人知道 這個衛星在做什麼 那美國自然就有足夠的理由 覺得你一個可以飄洋過海這麼多萬里的 就是衛星的氣球 似乎都不會是純粹觀測氣象的了 那對它 就是懷疑它是一個間諜的氣球 那這個也都有它的理據 那所以現在既然被人發現了 那我相信這個氣球就不會給它回中國的肯定 那所以都是用某種形式截停它 或者說會將它擊落這個可能性都比較大的 那這件事發展到今天呢 我現在看到都是一個外交事件 那連這個國務卿貝坎蘭貝英 就打算在5號會訪問這個中國大陸的 現在都說暫時取消了 那這個取消之後會不會遲些再去回呢 暫時我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這件事就成為了一個外交事件 那中國也都和這個 我想起早兩年2020年的時候 當這個新冠病毒在武漢傳出去之後 傳到周圍都是 那當時中國都說 源頭是美國不關我們事這樣 那這種就是自己做了一些事出來 但是他們罵人這個作風呢 中國一向都是這樣 那所以這次的說法呢 我相信要說服美國朝野就不容易的 那所以我相信就是 美國會有一些後續的行動去處理這個氣球 當然啦 但是怎麼會不會長遠影響 那中美本來在今年初 似乎有較為緩和的氣氛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那這個就要看看部份了 會不會短期之內 就會再安排回仿華的行程 這樣才可以看得到經歷 其實這個氣球是天上面飛的時候 是一個白色的環球脈 是一個球體 就是看到有報道說 其實有記者在天上面 原本正在演天上面的月亮 那誰知道慢慢慢慢掃掃 都看到後面和月亮同一水平位置 有一個白色的球體 拉近來看 原來就是一個白色的大氣球 下面吊著一些監測的或者拍攝的一些設備 其實普通人 如果我們現在普通人的角度 看一下天上面 如果有一個白色的環球脈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能不會去想 是什麼來的 你覺得是不是 當然這些氣球 這些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 要看到有些儀器可以看到 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剛才說了 能夠飛到這麼遠的氣球 肯定都不是一些普通的氣球 也似乎不只是純粹觀測氣象的氣球 所以中共的說法我覺得 我個人就不太相信的 我相信 my common sense 就知道 就是一個觀測氣象的氣球 就沒有理由飛這麼遠的 所以它能夠飛到加拿大 飛到美國 就是橫跨了整個太平洋 是嗎 那似乎都是一個 就是相當之 技術水平相當之高的 就是氣球 再加上現在被人看到 它有一些觀測的 監察的器材在那裡 所以我想大家跟著都會問 這些器材是做什麼的呢 那我相信 就是一定會引來 美國方面 第一會調查 第二呢 就中國的說法 也都事實上比較難令人相信的 那所以我相信 就也都會引致一些 就是行俗的反應 這個都遇到了 那平常人當然不會知道 那我相信這件事情 還會有效能的 那我相信美國 國務卿 郭坎嵐都 就是 暫時不訪問中國 都是等這件事情 有較為清楚的結論 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嗯 其實北京發言人 其實已經承認了這個氣球 在中國的了 那看到北京環球時報 反而說不是 說美國指控是中國 欠缺利 欠缺依據 他說這個有可能 是 是 什麼 是 美國相公從事監視活動 更加是 磨溪之談 這個 你怎麼看它中共官方那個 怎麼樣呢 那個發出的信息 是兩個背道以辭的信息呢 波士 一個可能性就是 環球時報那個報道 那個評論已經在 正式不得的確認之前 已經出來了 這個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呢 就很明顯 中國就向美國 或者向世界 確認了這個氣球 是自己的 那這個可能 各種因素 你去不承認不行了 但是在國內呢 我不知道會不會 仍然都是 就是 用著環球時報的論調 是借這件事來去 第一掩飾 第二呢 也借這件事來挑動 這個反美情緒 那這也是中共的 一貫一貫的做法 那所以其實就 環球時報 就是 那個評論 跟官方可問不同 我相信就 就是 可能是有政治的含義 也都可能是因為 信息的 信息的 就是 時序的問題 那我們要看 就看看明天環球時報 會不會更正這個說法 嗯 那最終這件事 博士都說了 現在暫時美國國務卿 布朗肯就說 推延去中國的訪問行程 是 那博士是否遲些 他都會去的 還有去你覺得 這件事對中美 假如他去 對中美那個 怎麼說呢 現在國內的那個 緊張關係呢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布朗肯去 會不會得到一個舒緩 就是 我想 國務卿去這個 美國訪問呢 都是一個突破來的 因為 就是現屆總統 就是上任之後呢 一直跟這個 中國關係都很緊張 這位國務卿 也都 也都對華的態度 一向都比較 所謂鷹派 雖然他 語調都 盡量溫和 態度都是相當溫文的 但是事實上 太支派是相當的 英派的 所以他 在中國 取消了那些檢疫措施之後 那麼短時間 就安排一個 訪華的行程呢 都是反應著 美國都 希望和中國 打開一些對話的門路的 而且呢 這次去中國的議程呢 相信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除了說 大家都猜到 一定會說的 氣候問題之外呢 可能都會 就著中美 在下一個階段 可以開回這個 貿易談判 以至 對這個中國 與俄羅斯之間 那個 在侵略烏克蘭戰爭上面 那個立場呢 是有些 有些地方需要溝通的 因為 有一個傳聞就是 習近平很快都會去 這個俄羅斯訪問 是吧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就 向中國提出一些 訊息和要求 以至 就是作出一些警告 那我相信 都是這次 報告行 去這個中國訪問的目的 那如果這些 是真的重要的話呢 我相信就 這次的氣球事件呢 就 因為 其實監察對方 搜集對方的情報 這個大家都會做的了 問題就是做得高明和低手 還有誰被人發現的 那所以我相信 就 這個不會構成一個 很實在的影響的 那所以最終呢 這次他現在暫時還沒有搞清楚 那布肯南就暫時不去了 那我相信這件事搞清楚之後呢 那布肯南 始終都會去中國 繞個圈的 而且他 這次去 那個行程都很緊密的 預算都是住一晚的 是吧 那所以他都是 叫他講一個警 就跟 可能跟 一些 中共的政治高層 就講幾個很主要的問題 那所以如果這些問題 是重要的話呢 我相信他不會因為 這個氣球的問題 就取消了冷靜 最終 那所以 我相信搞清楚了 氣球事件的一些疑點之後呢 然後 然後 做出了反應之後呢 美國國務卿仿華之行呢 始終都是會成事了